孩子大了要离家 空巢爸妈考验两人婚姻 你有机会再当一次自己 孩子毕业痛苦也跟住来 家里剩下你跟另一半 真的有可怕的感觉 麦克说 他儿子离家上大学 让他深感失落 他同意来聊聊空巢期 他今年57岁 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女儿26岁 儿子18岁 当问他要不要喝杯咖啡 他逮到机会立刻开口 中年不算什么 他晃着咖啡上的奶泡说 真正的考验 在孩子离家之后才开始 中年是连绵和缓的山丘 空巢期是圣母风 我有天跟太太汉娜说 像我们这种人 怎么还没离婚 别看我这样 其实我们个性 还算蛮相容的吧 他开玩笑回答 大概只要我们 互不干涉对方想做的事 也就没必要离婚吧 有个朋友的妈妈说 人到50岁 无非就是在躲避两件事 死亡和离婚 不少倒霉的亲戚朋友遭遇绝症 离婚也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在孩子眼中渐渐变老 但孩子在我们眼中 却羽衣丰满 日渐长大 当父母生病过世 我们也知道 这迟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 我们思索人生尽头的同时 也盼望一段充满可能的时光 只要健康还照得住 我们可以把时间、技能、经验、自我认知 乃至于智慧 投入具有创造性 并且可以令人获得满足的用途 存在这其中的 是放手让孩子进入成年阶段 所牵涉到的复杂情感 这件事可能说来容易 做起来难 新生儿的父母会偷偷抱住幻想 觉得等到孩子大一点 就不会这么累了 同样的 空巢期父母也会骗自己 放孩子离家 势必其功于一亿 但其实对孩子和父母双方来说 这都是一场持久战 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还常搞得一团混乱 最能贴切代表这种复杂 离家心情的象征 可能就是如何处置孩子的房间 汉娜和我对怎么处理儿子的房间 意见僵持不下 她想把房间清出来改为客房 因为房里只是一团 有待整理的杂物 但对我来说 她的房间有点像一座圣殿 再怎么说也是令人安慰的回忆 我喜欢走进房间 看住摆放在书架上的小竹铺满 还有她小学一年级读的书 慈爱的父母分成两派 一派把孩子的房间 无限期地维持原样 另一派立刻把房间改作他用 讲求务实者 会考虑居住空间有限的现实 但注重情感者 会觉得房间保留了一出 关于初始和结束 容纳和排斥 权威和平等的珍贵巨马 如果父母亲未经讨论 单方面把孩子的房间改作他用 会觉得有一种抗拒依附的形态 在发挥作用 依赖和情感需求被减到最低 父母亲有时候挪用孩子的房间 为的是断然脱离父母身份 把这当成投入新人生阶段的方式 我受够了 妈妈可能一边喊住 一边感叹住总算能把房间征用过来 开展新事业 他们也可能有些不太好的回忆 会想起当初青少年孩子 把房间用来做什么 他们躲在房间里玩电子游戏 那是大麻味吗 他们在房间还玩一些什么把戏 因此想把房间清空 总的来说 相信如果孩子与父母进行一些沟通 在心理上会有好处 这也是为了尊重这件事 包含的多重意义 孩子对自己房间的变化感受强烈 对他们而言 离家并不是一夕之间就发生或完成的事 他们不时会想回来走进童年记忆的陈列室 休假回家 他们可以重拾童年及青少年的背景故事 也许亲子双方都会感到一丝烦躁 但也都感到安慰 对青年人来说 这也是一种充电方式 回到挤引安全感的源头 他们才能再度出外探索 孩子离开了 但还是需要我们 迈克说 我甚至很惊讶 他们依然不断有么多需求 父母养育的焦点变了 但孩子对关心的需求没变 我女儿会固定回来借车 我们也还在替她付手机账单 她需要申请个人健康保险时 也请我们一步步教她搞清楚 支持到什么程度才对 汉娜和我的意见不全然一致 他们对于需要多少独立自主看法不一 对于想从亲子关系里寻求哪些情感 也有不同的想法 汉娜向我送儿子上大学时 一副像要送她搭船去遥远西伯利亚动员的样子 迈克说 儿子和我每天都会传讯息聊点小事 开开玩笑 分享网路上看到的新鲜事 假如哪天她希望大学毕业后搬回家住 汉娜和我一定会起冲突 我会觉得儿子愿意回来多好 而她认为我们应该划定界限 她希望分得利落一点 让我们多些隐私和自由 儿子多些独立 我理解她觉得等儿子22或23岁以后 就应该把小鸟推出巢 但我觉得这件事需要时间 急不得 苦了参半地向孩子道别 心头萦绕不去的是担心他们会起飞失败 有些人找不到方向 有些人找不到工作 家庭是个复杂的系统 孩子能否顺利离开 也要看留在背后放开绳索之人的能力 这对婚姻来说是真相大白的痛苦时刻 一名母亲可能这时才意识到 她早已不再向丈夫寻求情感支持 改而依赖儿子 一名丈夫可能会害怕养育孩子的吵吵闹闹结束之后 焦点又得重新放回婚姻上头 然而就在父母亲正要开始适应新的常态 希望为育儿功德圆满感到满足之际 孩子可能又提出一连串新的需求 需要经济支持 心理资商 买房租屋就算情况没这么紧迫 青年人也需要实质与情感的支持 这种朝要空为空的情形可以持续达十年之久 如果家庭的感觉不稳固 青年孩子就更难安心离开 但是之所以会有伴随空巢气而来的离婚冲击 表示有部分夫妻会等到孩子自立以后才让这个家瓦解 银发离婚指的就是50岁以上的夫妻离婚的潮流 人数比起过去增加很多 等待很合理 父母亲总会想充分陪伴孩子成长 直到童年结束 但也使得孩子的立场尴尬 孩子才正准备离开家 又被分裂和痛苦拉回紧绷的家庭关系中 此外婚外情让情况更加复杂 父母哪怕别无恶意 也可能变得需求更多且依赖孩子 但这时孩子的首要之物是建立个性 展开他们自己的生活 矛盾的是 现代婚姻以孩子为重心 轻忽伴侣感情的相处模式 最容易导致婚姻急速走向不满 进而促成银发离婚 扰乱了孩子在青少年晚期制成人初期的生活 即使是希望留在婚姻里的人 也会对麦克的话产生共鸣 想到家里只剩下自己和另一半就害怕 他们不见得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可能默默担心婚姻里 已经没剩下什么可以挽回 有一名妇女担心 她和老公都是工作狂 孩子一旦离家 两人几乎变得完全失去连结 有个男人说 她至今记得当初她离家上大学 不久她那看似幸福的父母突然离婚 为她带来的震惊和创伤 现在她女儿也快到上大学的年纪 她想知道有没有办法为婚姻做好预防措施 有位温柔的女性说 这20年来 她照顾孩子 打理家务 应付社交生活 由能干的丈夫负责赚钱 最小的孩子也离家以后 我一大部分的职责也消失了 这让我很不安 说出来难为情 但我先生会不会把我看成废物 另一个男人提到儿子的自闭症 如何让他的婚姻步履为奸 他很难对婚姻的未来有所期待或抱持希望 有一位太太说得更直白 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跟对方说话了 曾有婚姻心理专家以空巢期为题 做过一场工作坊 期间讨论孩子离家和父母衰老 也提出不少问题 这些不年轻的与会者 跟二十几岁的人问得很像 我在做什么 我的目的何在 一名男士听完团体讨论后说 我们听起来简直迷惘的丢脸 中年这个人生阶段 有诸多方面令人意外 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谦卑地发现 自己所知甚少 想改变的人遭遇到的最大阻碍 就是误以为自己到了此刻 早该能够想通道理 事实上我们正面临古怪而新鲜的事物 最相称的方向可能就是漫无方向 毕竟自认已经想通的代价 往往是重停滞不前的感觉 因此承认迷惘反而有好处 能够对探索和变化保持开放 上了年纪以后 值得留意我们是不是任由过去的心态 限制了自己 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做过的事 也就只是你目前做过的事罢了 只要你一天还活着你都能敞开心胸去做不一样的事 如同第一次生孩子我们都是新手爸妈 孩子离家时我们也是新手空巢父母 57岁的吉姆也参加了工作坊 说起他和太太之间有个问题 从孩子离家之后就变严重了 有时我买手工作 没花太多心思在太太身上 我喜欢自己那种专心的感觉 但他太太会生气地说 我甚至不确定你还想不想跟我在一起 以前发生过同样的问题 但彼此都理解成是他不善于维持亲密感 强调这点在以前有一定的帮助 有他太太不断索取保证和安慰 这些年来让吉姆一直记得保持情感联系很重要 依附的需求从来不会消失 只要伴侣不断互相安慰碰触面向彼此 他们的情感沟通就能够持续运行 问题在于吉姆以前会因为买手工作感到歉疚 也自觉失职 但现在他开始不耐烦 他想知道为什么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良好的伴侣关系赋予我们机会将心力放在兴趣 目标和两人以外的经验 而非阻碍这些机会 我们不只需要亲密和依附 也需要其他满足感和意义的来源 进入创造力突飞猛进的中年 我们会从超越个人兴趣和关注中获得满足感 甚至喜悦 问题不出在吉姆有没有给予太太足够多的关心 而在于他太太是否为丈夫对其他兴趣的热衷程度感到不安 甚或为他自己缺少兴趣而感到不安 直到最近几年 常年婚姻的重要研究者说 对老话的看法都还是一样 光芒渐淡 关系渐渐了无生气 变得平庸 热情消失 被同情取代 这些都可能发生 但研究显示 很多人并未遇上这样的事 这与情感持续成长有着直接的关联 年纪较长的夫妻往往学会善用技巧 减少彼此的负面互动 也能更快地振作复原 精进了用正向情绪安抚自己和另一半的能力 如果随着岁月流逝 我们的内心也演化得更加复杂 那么婚姻关系就不会是收益越来越小的一件事 空巢期反而是个主动追求改变的机会 而不至于陷入麻木无感的状态 还变称夫妻相处有问题 大家都能接受 随着人类寿命大幅增加 心理研究一再帮助我们转移晚年人生的典范 终其一生 个人与各种人际关系会不断成长 设计生命没有完结的一天 因为生命是个乐趣无穷且永无完结的设计案 你要为自己打造向前的每一步路 沿用这个的比喻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质地又拥有适当的情感工具 就能解释婚姻 思考怎样拓宽视野 提升风景 这或许包含这边分摊一点重量 那边挪动一些支点 但只要我们知道重量集中在哪里 拿几根梁柱不能移动 就能在可行的范围内发挥创意 思考最美丽的设计 空巢期的生产力混乱 都使人意识到无论在任何年纪 包括在婚姻里 允许自己当个新手是有价值的 这在伴侣生活中需要很多对话 只因为你不曾和另一半有过某些对话 不代表你现在不能进行这些对话 甚至你现在就必须开始对话 孩子离家或父母过世以后 你们现在各自想要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算困惑也不应受到责难 还不知道是在正当不过的心理状态 人应该永远有机会尝试新事物 重新思考问题 互相请求帮助 理想上空巢期的代办事项 除了整理学费账单 清空地下室 决定要不要精简生活之外 还会持续面临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游戏了吗 勇敢出发 你有机会再当一次自己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